美国时代杂志进行了年度风云人物的评选 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目前排名从第15名迅速上升到第3名 甚至还压过了俄罗斯总统普廷 和诺贝尔和平抢的得主马拉拉 黄之锋今天接受广播的专访时说 与其被票选为全球风云人物 他更希望看到雨伞运动有成果 香港雨伞运动两个月来已遭警方两度逮捕 才18岁的黄之锋在美国时代杂志 读者投票的年度风云人物 排名从第15迅速爬升到第3 仅次于印度新任总领莫迪 和美国密苏里州佛格森案的抗议群众 票数冲得这么快 黄之锋认为一部分是因为来自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谷到我的票数越来越多 然后就是所谓掩抗中共一巴的国安法 你自己想不想做这个时代周刊 今年的风云人物 我觉得草原其实作用都不大 黄之锋说如果成为风云人物榜首 能迫使特区政府重启政改的话 他求之不得 但他已经登上过一次时代杂志封面 不认为这对港府会起到多大压力 港府周二执行旺角清场 黄之锋第二次遭逮捕 眼镜球鞋手机都被扣查 甚至被警方粗暴侵犯私人部位 是否考虑升级抗争行动 黄之锋说他们不会退缩 但学民思潮和学联不会呼吁市民再到旺角 暂时也没有光复旺角的打算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争取普选重启政改的决心 依然是没有改变过 我依然会继续去参与雨伞运动 依然继续为占领它通宵留守 这件事绝对不会影响到我的决心 对于香港民主运动连续遭到强硬压制 《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 即使顺利清场 中共最终将失去对香港政局的控制 新团一台电视张明珠 林家伟 这里报道